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情哥欢迎 好 大家好 好 我想先问一下 我们都做过很多很多梦 你曾经梦境跟现实 你觉得非常错乱 完全分不清楚帮我举绿牌好不好 你说NO COOLING一定分得很清楚 梦是梦 现实是现实 帮我举红牌 请举牌 好 亂掉 我最近其实就发生一件事情 我某一天就是送完小孩上课 然后回到家想说 一定要睡个回容觉 妈妈的乐趣 就一躺下去我又开始做到一个梦 就是我老公 他被我发现 他跟别的女人交往 而且就是已经到 亲门打火的那一种程度 已经到家里来了 然后我当下就是很生气 我跟我老公说 你有没有搞错 我说你不知道这是家吗 那个女的样子你看得清楚吗 就很模糊 但知道她们两个就是你知道 曖昧这样子 然后我就在里面跟我老公说 你居然还把她带来家里 你要不要理 你真的很下贱什么的 然后我老公就那种一副无所谓 就好了 你不要每次都像坡妇骂街一样 然后我想说 你的态度居然是这个样子 我就说好 我明天就搬走 我现在就打算来给我妈 我说打给我妈 我说你我跟你讲 她真的很过分 居然把女人都带到家里了 然后你知道梦境这时候 就我妈就已经 大概就是光束 就到我家来 我说你我跟你讲 我明天就要搬走 然后我老公就在旁边说 好啦 你要搬走的话 看家里如果你有什么要 你都拿走 没关系 然后我就在里面开始 一直哭了跟我妈说 你看到这个态度 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妈也说 好啦 那你就搬走啊 就她都在鼓励我搬走 是她对不起我耶 然后那时候一做梦醒 我就立刻打电话给老公 我说 我以为打搬交公司 那你全部都搬走 那要走也是她要走 怎么会是我走呢 我打给我老公 我说你知道你真的很下流 下贱 然后她就说怎么了 她说我在开会 我就说 你居然把女人都给我带回来 你直接醒来打给她那样 对 我好生气 然后她就说 什么女人 发生什么事了 我就说 就我刚刚躺下去 我就看到一个女的 她就已经到家里来 而且我说要搬走 你也都没有 就是留我 你就直接要这样让我走 你真的是有没有搞错啊 然后老公就说 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你做梦 我要开会 我说 没有 你一直这样子 就是要这样打发我 你就是有 你心里有鬼 然后老公就说 你不要再闹了 我把她在这儿吃饭 你知道她就说我很怒 然后这通电话挂上 我就想说 不对 我就再打给她 越想越气 我就说 今天晚上家里没饭吃 你们三个自己想办法 你跟两个姓陈的 你们三个姓陈的 明天自己想办法 然后老公就 好...OK 就电话挂上 晚上他们回到家 老公说 你要吃什么 我说不吃 你们要吃什么 自己点外卖 然后老公说 你确定喔 我说确定啊 结果他们那天点了一家 我最爱吃的乳味 然后点来家里 我看他们那盖子一打开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 我说 这摆明就是故意的 然后老公说 一边吃一边吓说 还吃不吃 你确定不吃吗 我说吃啊 干嘛不吃吃 你对不起我 我当然吃 你是不是又醒了吧 对 好 好医生以前是被团员逼疯 对 在梦里不放过你 对 他们不只在梦里 是现实当中 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放过我的意思 就那个时候呢 我跟我的团员 我们四个人一起合租了一间房子 然后呢 当时其实大家都会 等于说互相的 就是知道对方的弱点是什么 然后就专挑那个弱点去下手 去整对方这样 像是我有个团员 他非常的怕蛇 然后呢我们就会在他的那个生活周遭 就到处都放假蛇 他可能睡觉睡一半的时候 棉被窝里面有一条蛇 然后他就会被吓醒 或者是他那个马桶盖一翻起来的时候 有一条蛇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嗨这样 然后或者是有另外一个人 他时常会睡过头 然后我们就是叫他这个起床的方法 我就去找了那个就是看棒球的时候 我们不是会有那个大声鼓 超大声的那一个 我们直接一左一右 然后在他的耳边 他起床的时候 他整个这个耳膜都快破掉 然后就是整个耳鸣这样 所以我们会想各式各样的方法 去在现实生活的时候去整对方这样 然后我们都觉得 哇好好笑好好笑这样 然后但是因为那一阵子 都是我整他们 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心里隐隐约约觉得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报复这样子 然后呢有一天晚上的时候 我就做梦的时候梦到说 我就是被他们架在那个床上 然后他们拿那个剃刀跟剪刀 然后开始在乱剪我的头发 然后把我剪得跟狗啃的一样 然后中间剃到光的 两片流头发 就很像就是狗啃的 然后很丑的样子 而且那个时间点是刚好我们 差不多在一个礼拜 就要去那个跨年的表演 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场合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 就是在梦里的时候是已经 就是崩溃了那种状态 然后当我惊醒 从梦里惊醒的时候 我就这样摸摸摸摸耳头发 我就很紧张 我发现我已经被已经全撕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可能 在现实生活 他们真的会做出 看你平常对他们多坏 对 他们真的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在摸摸摸摸摸摸摸 因为是梦 我那個時候才鬆了一口氣 可是我就覺得說這個 這個就是擔憂這種壓力 是無法解除的 其實我夢醒了 然後那一陣子我就是每一天 我都覺得說他們會不會真的 就做出這樣的事情 因為他們很知道 我很在意自己的那個頭髮這樣子 所以後來那一年的租約到期以後 我就跟他們說不好意思 我不想跟你們一起租 我壓力太大了 所以之後隔年我們大家就是 就是拆散了 在各自住各自的房子這樣子 就因為這個夢 對 因為這個夢這樣 太害怕 對 夢境真真假假 但李密書你夢都一個千真萬確的胎夢 對 我做過一個超神奇的夢 因為我那時候懷孕 然後就是還不知道性別 就大概四個多月的時候吧 然後我從小是非常非常想要有女兒的 因為我是獨生女 就很想要說我之後有一個女兒 我就要把她打扮成漂亮漂亮亮的小公主 然後帶她一起去逛街這樣子 我想到要有女兒 想到把我朋友的女兒 都把她抓來跟我強迫穿母女裝 就太想要女兒了 但是後來懷孕 我就一直覺得說我肚子裡 因為有兩個嘛 就是雙胞胎 我就一直覺得說一定有女兒 然後我那天做夢 就夢到說很清楚 就是在一個我旁邊就是我家旁邊的公園 然後有溜滑梯 有盪鞦韆 很多那種遊樂設施 然後是彩色的 就是紅黃藍綠這種完全跟現實一模一樣 然後我就帶著 我那時候覺得我帶著兩個小男生 我印象中就是我自己覺得 是我好朋友的小孩 因為我好朋友他有兩個兒子 我也常帶他們出去玩 我就跟他們玩了一整天玩得很開心 然後就帶他們回家 然後醒來以後我就想說 我剛剛夢到 我跟好朋友的小孩一起出去玩 還滿開心的 然後剛好當天要去產檢 然後產檢完醫生告訴我說 李小姐恭喜你 你這肚子兩個看起來都是男生喔 我就傻眼 我就說 所以他們先來玩一下 醫生你確定嗎 你沒有看錯嗎 還是他有沒有可能之後 又驗出來是女生 就是還不確定呢 醫生說通常有小雞雞 應該就是百分之九十幾 你確定是男生的啦 然後我就整個崩潰 在婦產科裡面大哭 然後哭到就 嚇到醫生好不好 對啊 好消息 那邊崩潰 哭到旁邊的那個媽媽 都來安慰我說你還好嗎 你是流產嗎 我就覺得 我就無法接受 然後還一直打我老公 我就說怎麼可以都是難的 怎麼可以都是難的 超氣耶 然後回家還在氣 後來才想到說我那個夢 裡面的小男孩 好像就是我的孩子 所以根本就命中注定 對 因為他們兩個是 一樣大的男孩 我就想說好像又跟我朋友的 不太一樣 因為我朋友的是兄弟 就是妳自己的 對 結果是我自己的 他們提前來報到耶 對 真的 來跟我打招呼櫃 這種胎夢好像宋哥說 妳也夢過 我幫我媽媽夢過 真的啊 因為我們家是四姐妹 對 然後我十歲那一年 某一天我睡覺 你知道那個場景 會讓你覺得它好平靜 會讓你覺得好溫暖 很好入眠的那種感覺 我就睡... 那那時候場景是在 我奶奶家的二樓 我奶奶家二樓有做一個吧台 然後我就夢到 我們四個姐妹在那邊 我們吧台在那邊玩 半家家酒 妳要喝什麼 吃什麼 我們在那邊忙了一下 然後這時候我就發現 我大姐二姐他們拿出一本 黃色書刊 然後我們那時候一翻看 我們都說怎麼就是會覺得很害羞 小女生看到這個 就覺得很緊張啊 然後這時候我們翻一翻 那個畫面又帶到 我們四個拿著那一本書刊 跑...到旁邊客廳 然後中間有一張茶几 然後我們就把那一本書 這樣搗著對著那個茶几 好像要再給誰看 然後這時候就看到桌上 躺了一個光溜溜的嬰兒 然後他看到這個書籍 就小男生會有反應 就很明顯是一個男嬰 然後我第一次夢完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講 我就說我夢到家裡 有一個男生 有一個小寶寶 就躺在我們家客廳 我媽她說 晚上早點睡覺 平常叫你們早睡都不早睡 你看現在亂作夢 然後我想說好吧 亂作夢嘛 隔天我又夢到 那個男生感覺又大了點 但他還是光溜溜的 他穿梭在我們家二樓 那個任何一個牆壁 就這樣穿梭來穿梭去 然後一個人玩得很開心 然後我們姐妹們看到他 也都很正常 家裡有一個小男生這樣子 然後我就隔天我想說 算了 我也不跟我媽講了 因為前一天講被打槍嘛 然後結果那一天我媽 騎摩托車出去買菜 然後她那一天 那一天高雄下雨 然後路上比較滑 我媽就是摔倒了 然後送到醫院 就是下體有點出血 然後醫生 就我們就送到醫院嘛 醫生檢查她說 小姐妳懷孕妳知道嗎 然後我媽就說 懷孕我媽那時候四十歲 她說懷孕 因為那個年代要到這個 算是很高齡的產婦 然後我媽說不可能啊 妳再照一次給我看 她說對啊就是有懷孕啊 而且那時候懷孕是可以提早 測試男生還是女生 然後我媽想說好啊 那就試試看啊 一驗是一個男生 她就是感覺就是 像我夢出來的那一個小孩一樣 果然我弟跟我差十一歲 我好像就是提前 在幫我媽做這個胎夢一樣 妙 這樣聽起來 真的是很多的 到底是巧合還是真有其事 民間傳說這麼多胎夢 是 柯全哥 其實有時候胎夢準不準 卻不是那麼重要的 主要就是說 你在夢境裡面 你的情感跟情緒 那反映出你自己想要的 比如說妳想要女孩 就生出來是男孩 就是代表妳的期望值 不過一般來講 從心理學看這個夢 有分這幾種 第一種就是這個 預言 預知夢 它比較像是 有一個原則就是說 人不是生活在一個直線的 線性的時間裡面 我們的維度是一直重疊的 那做這個預知夢 預言夢的人呢 就是你可能提早 跟未來的某一個維度 有從今重疊了 所以未來的事情 你就現在預知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你有沒有去旅行 或去哪裡 然後發現說 你以前還夢到過 對 對 明明這個地方 我從來沒來過 可是這個場景我見過 對 他也說 你在跟別人談事情 或開會覺得 好像我以前夢到過 這個情景 講過這句話 對 這就是典型的 預知夢 好 那剛才宋哥跟Eason 那個叫壓力夢 就是說怕老公有外遇 然後有人會整你 這個是自壓 可是有時候你長期 譬如說 你一隻夢見你考試 趕不上飛機等等 那也會在你人生 有壓力的時候 會跑出那個壓力夢 那第三種就是生理夢 就是你看典型的那種 什麼春夢什麼之類 但是鬼壓床 有時候它也是一種生理夢 就是你太累了 就是你可能那段時間 其實好像起不來 對 然後你覺得 全身都沒有力氣 或你一直從高處 一直墜落 那有時候它是一種生理夢 那第四種就是異能夢 就是可能有神 鬼 祖先 託夢給你 那這個可能要留意 就是說這個祖先 如果他是過世 沒有多久的祖先 他託夢給你的成分 就是很高 但如果已經過世幾十年的那一種 那種可能就要特別去解釋他 因為通常你的祖先 其實應該已經輪回投胎 去別的地方了 如果他已經過世很久 他還一直回來託夢給你 那可能你可能有一些事情 是要處理一下 OK 好 所以如果夢到已故的親人 到底真的是一種託夢 還是就是單純一場夢 怎麼分辨馬上回來 好 其實我們人生中 有一段時間會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快樂 像宋哥大家都覺得 你開始很開朗 應該是很樂觀的 但有一段時間你說 你滿憂鬱的 對 因為我從十八歲的時候 我就進那個模特兒公司 然後我到二十六歲的時候 懷孕等於我好幾年的時間 我就等於都沒有在工作 就是當身手牌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其實 到中期的時候 後期吧 後期 我其實有一點 覺得我情緒起伏很大 就是每一天早上起來 就是會突然那種 抑制不了的爆炸 就是你為什麼東西都沒有收 你看這個東西 碗吃成這樣子 為什麼昨天不弄乾淨呢 現在都幾點了 你們不起來 我就開始早上暴躁 然後暴躁完我就覺得 天啊 我怎麼會一早起來 就跟瘋婆子一樣 有必要這樣子嗎 然後我一發現 有這種情緒 我就覺得天啊 我不應該是這樣 我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又想說 好想要工作 我不想要只有 就是當媽媽 我覺得那不滿足 然後再回去當模特兒 我覺得我過了那個時期了 我不想要一輩子我當模特兒 然後我那一陣子 就是情緒起伏 一直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然後後來就去看身心科嘛 然後醫生他就聊 聊完他又說 他說聰老姐是這樣 我現在判斷你有三個問題 一個是你有憂鬱症 再來你有躁鬱症 還有就是你有那個 那個睡眠障礙 那我說那怎麼辦 他說沒辦法 現在就是我們的方式 就是先吃藥 那讓你的情緒穩定 你晚上才好入眠 吃了半個半年的時間 我發現我的所有情緒 你的任何喜怒哀樂 你都是這樣一直線 我沒有很高興 或是我覺得好難過 都沒有 你就是連 對 連電視好好笑 但是我就是 就是都這樣子 那那一段時間說真的 做了很多 非常奇奇怪怪的夢 各種夢都有 唯一只有爺爺爺來我夢裡 然後那一個夢 我至少重複做了三四次 都是同樣的場景 同樣的人 同樣的物品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然後我是夢到 那時候在爺爺奶奶家 我們小的時候 他們有買一台那種就是 場景錄造型 就是你頭一個十塊 不是會在上面搖嗎 對 然後家裡面有擺一台 我就夢到我還小的時候 我在一樓玩得很開心 然後我就跟 就拿了一個十塊 我要去投那個硬幣 我投進去 爬上去那一台場景錄 然後在那邊玩得好高興喔 然後這時候 爺爺從旁邊的那個辦公桌 爺爺那時候已經過世了 然後爺爺就走來我旁邊 然後摸我的背 他說 他叫我小名 就只有家人 才會知道這個名字 他說 阿皮啊 爺爺跟你說 你開心做 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就笑的 就是讓我覺得 他感覺 他沒有抱我 但是我感覺我受到保護 然後我就那一陣子 做了三四次同樣的夢 每一次都跟我講 你想做什麼 你就去做 你要開心什麼的 然後我在夢裡 就是一直聽到他 重複講這一句話 我那時候想說 對啊 我也一直在想 我到底我的價值在哪 我還能做什麼 我不要只是媽媽 或者是一個退役的模特兒 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然後說也很奇怪 我隔一個禮拜 我就接到我們公司 演藝部總經理的電話 他說 宋哥 我跟你講 他說我一直覺得 你很適合上節目去講話 我說真的嗎 他說對啊 你愛不愛說話 我說對啊 我說姐你認識我那麼久了 我就是人來風 然後我就會一直 滔滔不覺一直講話 我又很喜歡笑 他說對啊 你要不要試試看 然後我就說好 你讓我想一下 然後我就那一天晚上 又做了那一個夢 爺爺又來了 爺爺又來了 爺爺說這個不錯 你很會講話 爺爺就跟我說 就一樣的場景 還是跟我說 你可以的 然後我隔天我就 撥了電話回公司 我說好 我試試看 然後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已經三年過去 我覺得我每一天工作 我都好開心 我都很快樂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那種 不舒服 或者是覺得有任何 不愉快的事情 然後我事後在想 我覺得是 感覺像是爺爺來跟我講說 你就去做啊 爺爺覺得你都可以 真的 我做了這件事之後 然後爺爺也都沒有 再來我夢裡了 他說安慰已經達到 這個目標了 好 你們也曾經夢過 你的外婆 到夢裡安慰你 我外婆是已經 我三十二歲的時候 她過世 然後我後來三十六歲 才結婚 然後我一直覺得很遺憾 是說外婆她最大的心願 她就是一直會跟我念說 她很想看到我結婚生子 然後她再離開 可是我就很遺憾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找到 適合的結婚對象 我就只能一直說 好 外婆我盡力 對 可是她還是三十二歲的時候 就離開了 然後後來我結婚 我就一直想到我外婆 我就覺得說好遺憾 我就是沒有早一點遇到我老公 這樣就可以 就是讓外婆來參加我的婚禮 然後讓外婆就是可以 抱她的真孫這樣子 然後我懷孕的時候 也一直想到我外婆 然後我一直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我從小都是外婆帶大的 我爸爸媽媽都忙工作 然後都沒有照顧我 就是一直都是我跟外婆睡 然後外婆就是像我的媽媽一樣 一直照顧我 可是後來我就想說 我不太會照顧小孩 因為我第一胎 然後我老公當然也不會 他也是第一個孩子 然後我媽媽更不會 因為我媽媽從小到大都沒有照顧我 對 所以我就好擔心 好擔心 想說我會不會就是 生了雙胞胎出來 因為又是一次兩個 就會覺得說壓力更大 就是會不會真的不會照顧 然後害我的小孩怎麼樣之類的 就每天都壓力很大 就是一直睡不著覺 就想說會不會得那個產前憂鬱症 之類的 然後可是就是也不知道要怎麼解決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常常做夢 夢到我外婆 她就跑來安慰我說 李密啊就是 你不要太擔心啦 就是我會幫你照顧小孩的 你記不記得以前都 我怎麼照顧你的啊 我就說我記得啊 你就是都會哄我睡覺啊 會一直拍我的背啊 我就覺得好溫馨 而且那時候我夢到她很清楚 她是很健康的活著 而且是在我的舊家 就是我從小到大生活的那個家 所以一切都好清楚 就覺得她就是還活在我身邊 所以我就感覺很放心 就覺得說那我現在懷孕 就是外婆她會幫我照顧我的小孩 就整個很放心 然後醒來以後就發現外婆真的走了 醒來以後我是整個大哭的 就覺得說可是外婆剛剛還活著 怎麼我一醒來她就不在了 那還是很難過 可是有比較放心一點 因為覺得說外婆好像冥冥之中 還在照顧著我 然後她還說她會照顧我的小孩 所以就是感覺心情有比較安慰 雖然我不知道外婆她要怎麼在天上 就是幫我照顧小孩 可是我覺得她還是有在冥冥之中保佑我 因為我的孩子現在都很健康 然後也都很成功地長大了 若群哥到底怎麼看 這些到底是我們覺得是親人安慰我們 還是這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就是愛與支持 然後被保護 就是他們心中有一個這樣的一個願望 跟渴求 然後是透過已經過世的親人 或家人來提供這樣的訊息 那我們在負責解夢的人 其實都會希望當事者 去相信這個就是真的 因為她會更得到心裡面的安全感 然後靠著這份愛的支持的力量 去展開一個更好的人生 OK 好的我們就吸收 然後另外就警惕就對了 是 在夢裡被撞得四分五裂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好 送哥奶奶故事之後 有家族常常為了悶你錢的事情 很不開心 對 因為我奶奶她 可能我覺得是那一輩的關係 他們有時候在立遺囑 要不就不立 要不就是她立得不夠細像 所以就會造成像比如說 我們上一代他們是四個兄弟姐妹 奶奶過世之後 就為了這件事情 就是彼此有一些疙瘩 鬧得不是很開心 那我姑姑因為跟我大姐 他們年齡比較相近 所以他們感情比較好 然後就比較常在聯絡 那有一次我姑姑 就跟我大姐說 那個阿屁女兒 她家小女兒 不是很愛吃火龍果嗎 她說高雄有一個朋友 給我一箱 就看你們要不要 因為那沒有農藥 然後我大姐就想說 那她在群組問我 她以為是 我們五個兄弟姐妹的群組 放錯了 放在跟我爸的那一個群組 因為那時候我爸 鬧得不開心的時候 還跟我大姐講的時候 我先跟妳講啊 不要在那邊 我們大人的事 現在不要跟妳姑姑聯絡這樣 已經事先有講 那她那一天 放在那一個群組 我想說應該還好吧 水果而已 水果應該喊好 好啊 火龍果 那給我給我 結果我爸這時候出現 我看他出現的時候 我整個背都涼了 你知道嗎 我爸就說 還標記我的名字 你現在 你沒有錢買火龍果吃嗎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我不是跟你們幾個 兄弟姐妹講過 這時候不要跟你們姑姑聯絡 然後我就說 那怎麼了嗎 不過就是一個火龍果而已 有必要這麼兇嗎 他說那你是缺錢 買火龍果吃嗎 火龍果說幹我什麼事 對 然後我就說 你覺得我有差那錢買火龍果嗎 就我也不高興了嘛 結果我爸聽完我嗆他 我爸就你知道 瞬間退群組 你知道就鬧到我們這一輩 不高興 然後我那時候 他一退群組 我就立刻在標記我大姐 我說 你是放錯群組 還是故意要害我的 他說對不起 我一心只想到火龍果很好吃 要趕快問你 我整個就覺得天啊 好恐怖喔 然後我記得因為我其實 我每一天做夢 我其實基本上醒來 就一定忘掉 除了爺爺奶奶的事 就是我這個夢 我至少做了我不知道幾次 好多次 妳都會重複 重複 一直重複 重複就是重點要講三遍 重複就是重點要講三遍 對 就是感覺 一直在加深我的印象 我夢到我奶奶來夢 我做夢夢到我騎著一個腳踏車 在我們高雄老家的道路上 騎騎騎那一台腳踏車 我小時候沒見過 那也不是我的腳踏車 騎騎騎 我就看到為什麼那個 真的看不到鏡頭兩排人 一直在排隊 就是你已經 就是人海到那個最前面 你看不到第一個頭在哪了 然後我就往前騎 我看爺爺為什麼在那個隊伍裡面 然後想說我要趕快騎車去找他 我說騎騎騎 然後經過爺爺奶奶家 爺奶奶家他們隔三間房子 有一間小廟 然後我想說奶奶為什麼 在那個廟的前面一直站著 然後我這樣揮手 奶奶就是沒有看到我 那我那時候腳也沒有停下來 還是繼續往前 然後經過他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台車就這樣 往他身上撞下去 然後我就發現奶奶 在我面前四分五裂 天啊 就是手腳 真的是血淋淋那種 太恐怖了吧 對 然後奶奶這樣倒下去的時候 他跟我是演對演 對 而且我記得很清楚的是 我那時候嚇醒嘛 因為我想說怎麼一回事 而且你知道那一個夢 他已經跟你演對演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是一邊哭 然後我想怎麼辦 奶奶被撞成這樣了怎麼辦 然後我要去找爺爺 然後我到爺爺旁邊 正想要拍爺爺的時候 奶奶出現了 奶奶是以前那種 老闆牛的那種感覺氣派好好的 然後爺爺因為 因為就是奶奶身邊的那個 只要奶奶開心 他就開心的那一種人 然後他就看到奶奶 他也好高興 然後我就看著他們兩個 我想說 為什麼我們要一直排隊 我們到底要排隊去哪 然後你知道我那一天下醒嗎 因為就一直半夜一直回蕩 奶奶被四分五裂 奶奶被四分五裂 而且我那一天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醒來 我的習慣動作都是拿手機看幾點 一看五點四十五分 我就到現在都還記得 然後我想說 這個夢這個時間 我現在也睡不著了 然後我就躺在那邊想想說 我應該要跟誰說 然後那時候因為奶奶過世 我們就有創一個家族 比如說長輩跟我們這一輩 我們一個大群組 我就想說我還是寫下來好了 雖然我那時候不想參與他們的事情 我就把這一個過程 一五一十全都用文字這樣寫 寫完 我那一天六點開始 我就發現有人在讀那個訊息了 就一直讀 因為裡面有那麼多人 我就發現有人一直在讀 然後再更晚一點點 差不多中午過後吧 我大姐打來 她說 那個妳跟我還有那個姑姑他們 我們三方通話一下 我說好 然後進去我姑姑就問我說 阿屁 姑姑問妳 妳夢到那個腳踏車什麼樣子 妳記得嗎 我說我記得 她說那一台腳踏車 是不是輪子大小不一樣 我說對...很奇怪 它大小不一樣 然後她就說 車身是綠色的嗎 我說對 前面還有一個 好像是藍色的一個 淑女車的一個籃子 然後她就先不講話 我說怎麼了嗎 我說妳怎麼會只問那台腳踏車 她說爺爺年輕的時候 在高雄當海關 那一台車是國外進口 全高雄市沒有人有 然後那一台是 那一台是爺爺那時候 從海關那時候查扣 然後爺爺帶回家 高騎腳踏車 對 全台灣全高雄 就只有那一台 是大姑那時候騎的 但是到我這一輩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看過那一台腳踏車 對 但妳夢到了 我說對 她說那妳再跟我敘述一下 那一個夢怎麼一回事 我又講了一遍 然後他們就去問老師 老師就跟他們說 你們兄弟姐妹再不合 如果還要因為這些事情吵的話 這個家就會支離破碎 她就點醒 你知道點醒了所有長輩 阿嬤來示警 對 然後有一段時間 長輩 他們其實從小到大 到他們這個年紀都已經六十幾歲 他們是沒有一起出遊過的 結果我反而因為做了這個夢 然後我跟他們講 我某一天發現 他們自己幾個長輩 雙雙對對約好 然後他們去什麼花東 什麼三天兩夜 我都是看到照片 我才知道的 我整個就覺得說 其實奶奶她 我也就是做 把這件事講出來之後 奶奶跟爺爺他們也不來我的夢裡 因為又打標了 我又打標了 打標解鎖 對 這個很棒的結局 對 很棒 好Eason你也是夢過阿嬤來 對 因為我阿嬤她是那種非常非常的 傳統型的那種鄉下阿嬤 就是每一天都是自己煮三餐 然後幾乎也沒有去 譬如說什麼去逛百貨公司 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我只要每一次回那個 我的阿嬤家的時候 其實我們溝通上面都會有一點障礙 因為我阿嬤她是只會講台語 她是完全不會講國語的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在那個 就是回阿嬤家的時候 我那天我就帶著那個麥當勞回家吃這樣子 然後我阿嬤就很好奇說 你吃什麼這樣子 她就問我說我手上拿的那一包是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跟她說薯條這樣子 然後我阿嬤就說給她吃看看這樣 然後我阿嬤一吃以後 驚為天人 她說這是什麼 怎麼這麼好吃 這是什麼東西這樣子 她就很驚訝地問我說這是什麼東西 我就跟她說這是薯條這樣 所以我阿嬤她這輩子 不會講任何的國語 她唯一會講的國語就是薯條 對 太可愛了 然後後來呢 我只要每一次回阿嬤家的時候 我阿嬤都會說 你記得幫我帶一包薯條來 帶一包薯條來 即使她後來就是後面幾年 大概後面七八年的時間 她因為糖尿病的關係 所以她長期的就是握病在床這樣子 然後家人呢 就是醫生也都就是千交代萬交代 跟阿嬤講說你吃的東西很注意 然後我們家人幫她準備的 也都是要很小心這樣子 可是阿嬤每一次 就是我回去看她的時候 她都會跟我說 你去偷偷買一包薯條 就是你去幫我偷偷買一包薯條 不要跟 你不要跟那個爸爸媽媽講 不要跟其他人講這樣 然後我跟她去 之間會有一個默契就是 我就會偷偷地去麥當道買一包薯條 然後她在那個床邊的時候 她就會把棉被這樣拉剪 然後就在棉被裡面偷偷地 剋她的那個薯條 她就覺得很滿足很滿足這樣 對 後來她往生了之後 她過世以後 我也是很長一段時間 我都沒有夢過她這樣子 然後大概隔了十年吧 她已經過世十年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也到台北 開始工作什麼的 我有一天我突然就夢 夢到那個 我當時是回到我的那個阿嬤家 我就夢到我阿嬤好像是 遠遠地站在一群人中間這樣 那那一群人的模樣 我並不是都看得很清楚這樣 因為我有點距離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在夢裡面 我就喊說 阿嬤那是你嗎 阿嬤那是你嗎這樣子 我就在確認是不是我阿嬤 結果當中其中有一個 就是白白的那個就是阿嬤的那個影子 她突然就開口講了一句話 她第一句話還不是叫我的名字 她第一句話是講 然後 這通關妳嗎 那是阿嬤啦 阿嬤來 所以我就想說 對 那個肯定就是我阿嬤 因為這個薯條這個事情 只有我跟我阿嬤 這是我們兩個之間的小秘密這樣子 所以我在夢裡面確定 那個就是我阿嬤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在 我還記得我當時夢醒的時候 我是微笑著夢醒的 因為我就覺得 好像就是回到了小時候 在陪伴阿嬤身邊的那種感覺 所以下個就是隔一個月 是到那個清明節的時間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到那個阿嬤的 那個靈骨塔裡面去 我們每一年都要去拜拜這樣子 所以我那個時候拜拜 有 我那個時候 我就去買麥當勞的薯條 然後我們全家人都還不曉得 為什麼我們在那個供品桌上面 擺的那種什麼麵啊 什麼什麼的東西 奇怪 出現了 對 出現了一包活生生的薯條 而且我還是加大份量的 大包薯條這樣子 然後我那個 我當時就覺得說 可能是阿嬤在跟我講說 他想吃薯條了這樣子 點餐點餐 對 裡面脫墨給你的不是人 是一個水晶手煉 對啊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 收集水晶 我大概有大概五十幾條 水晶手煉吧 然後我最喜歡的一條 我今天有帶就是這個 紫色的紫水晶 然後相信喜歡水晶的人都知道 它是有磁場的 對 然後這一條是跟我磁場特別合 因為我那時候去試帶的時候 我就是帶其他的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然後一帶上這一條的時候 我就整隻手這樣發麻 就是從這邊就是一直麻上來 就是有一種很 就是很磁場相通的感覺 然後就是手會這樣整個麻上來 然後我就那時候還不知道 這什麼意思 我就問那個水晶的設計師 他就說這表示這個水晶 跟你磁場特別合 所以你會跟它有那個共鳴 就是會有特別的感覺 我說原來是這樣子 那我就一定要把它買回家 然後就二話不說就買了 然後買回來以後 我就是會在 就是我特別開心的場合 或是比較重要的場合 我才會帶它 因為是我最喜歡的一條 然後那天就是我去跟我老公 登記結婚的日子 就是我們一早就去那個 驅公所裡面登記結婚 我就帶著他 然後就很開心 可是那天我很忙 就是那時候我在策劃 我的新唱片 所以一整天很多行程 就是去完那個登記結婚以後 還要去跟宣傳開會 然後還要去錄音 然後還要就是去練舞 練完舞以後還要去店裡 我就有開店 然後結果最後還要去那個 上舞蹈課這樣子 反正一天就很多行程 回家以後就發現 我的手鍊不見了 回家以後發現我的手鍊找不到 我就很緊張 就是然後我就想說 我今天行程 到底去了幾個地方 大概去了七八個地方吧 我就能打電話的 我就立刻打去問說 有沒有撿到一條 紫色的水晶手鍊 然後結果都沒有人有看到 我就很沮喪 我就想說 我最喜歡那條手鍊 在我大喜之日 結果我竟然不見了 很難過 然後所以我後來睡 就很難過的邊哭邊睡著了 然後我就夢到 我在夢裡 我一直找這條手鍊 然後最後呢 我在夢裡結束的時候 我夢到這條手鍊 最後出現在 我家地下室 停車場旁邊的玄關的地板上 我在夢裡 我找到這條手環的 我就很開心啊 然後結果醒來以後發現 沒有 就是身上沒有 沒有下去地下室 我想說 剛剛是在做夢嗎 又真的太真實了 所以我就 我就一醒來 我就下去我家樓下的地下室 就是我夢中的那個場景 找到看有沒有那個手環 結果他真的在那邊 真的假的 我上次手機掉的時候 你也來幫我 這個GPS 這個穿越時空的GPS定位 可能要那種靈性相通的才行啊 你們的手機有可能無法 所以我覺得很神奇 是不是靈性相通 他會來託夢給我 這感覺是的確如此耶 惡夢夢見八次怎麼解讀 我們通常在壓力很大的時候 會做一些很奇怪的夢 譬如說一直往下降啊 然後很害怕這種驚險鏡頭 Eason你有過嗎 有 我那個時候是夢到 我跟一大群陌生人 然後我們一起被困在了 玉山的那個山上 然後而且我們進行的是 一場大討殺 就是火神神血靈的發生在我身上 你猶豫遊戲嗎 在玉山登場 就是我除了要面對大自然的 那種帶來的那種考驗 就是你要想辦法找你的那個 避難的地方啊 找水源啊 找食物來源之外 你還要小心你的那個同伴之間的 那個勾心鬥角這樣 就像我夢裡還有就是我朋友 就是我當中的那個 跟我一起落難的那個同伴 他就說那個那邊有那個 可以喝的那種就是淡水這樣子 叫我往那邊地方去找這樣 然後我就往那邊探的時候 他突然一把把我推下去 那個懸崖 好險我在那個懸崖的過程當中 然後我就是用那種就是側滾 滾就是滾落下去 然後我在夢裡是沒有死掉的 但是就是非常多這種就是折磨 跟那種就是逃難式的那種很巨大的那種 而且這個夢是我記得我夢醒來 我發現他是夢以後 我就就是翻個身繼續睡下去 沒想到這個夢他竟然接著上演 就是我就是一直沒辦法從那個玉山的大逃殺 醒不過來又繼續 對 就是一直一直醒不過來醒不過來 我就一直夢到我在那個玉山裡面 然後我跟人家一路這樣子廝殺 我記得當時大概有二十幾個人 一路廝殺 然後最後呢是我跟另外一個倖存者 我們兩個困在就是一個山洞裡面 然後我已經被他逼到就是山洞的最裡 最裡的就是一條死路已經無處可逃了 然後那個時候要嘛就是就是我 我讓他死 要嘛就是他讓我死 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就是事情演變到這樣 這個實在是太悲劇了 我就覺得說我做不出來 我要把你就是幹掉的這件事情 我那時候就我記得我在夢裡 跟他投降說算了 你就讓你贏 這時候要進廣告了 下回分享 對 我就記得我在那個山洞 已經被他逼到最角落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沒關係 就讓你贏吧 你就讓我死吧 因為我不想要 我就算活下來以後 我還扛著好像是很多的那個 就是罪惡感 或者是我就是好像最後很孤獨的一個人 留在玉山的感覺這樣子 我就一直在思考說 我為什麼會做這樣子的夢 結果呢我就發現當時我那個夢境 跟我那個時候正在經歷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 是真的很類似 好像是有一種息息相關的感覺 因為我當時呢是去參加一個角色的 一個戲劇角色的試鏡這樣子 然後那個試鏡角色第一關呢 就是我們要去給那個casting 看我們每個人的外型適不適合這個角色 結果我第一關我過了 然後呢第二關呢 他是隔了一個禮拜 第二關他是每一個人給你兩頁的劇本 然後呢他要你現場就是在在那個會議室裡面 就直接演那兩頁的劇本 然後看你的這個演戲的功力 跟其他演員可不可以搭得上這樣子 結果我演完了兩頁的劇本 那個劇組也通知我說 我過了這樣子 沒想到還有最後一關 最後一關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跟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也是入選的一個 一個一個男生這樣對演員這樣 然後呢我們兩個最後在試的 竟然是他給我們的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台詞 然後他單純只是要我們唸那個台詞 那但是我就按照我平常講話的方式 這樣唸唸唸唸唸唸 結果後來我接到那個經濟公司的通知 是說我落選了 我沒有被選上這樣子 後來呢聽說是因為另外一位演員 他講話呢很有自己的一個腔調 有點有點大舌頭大舌頭這樣子 那我就說怎麼這麼這麼不公平 我講話比較清楚了 為什麼沒選上他講話比較大舌頭 為什麼他選上了 後來好像是那個經濟公司去問以後才知道說 他們這個角色需要比較討喜的感覺 就是要上大舌頭的 對 剛好他有這個個人特色 然後大舌頭 他是不是講話太標準了 對 所以他就反而因為這個大舌頭 而選上了那個拿到了那個角色 我就覺得很歐很歐 因為這個事情我就覺得很過不去這樣 我就一直覺得怎麼可以這樣怎麼可以這樣子 後來我就想說我這樣子過關斬將 過關斬將 最後到剩下另外一個人二分之一 然後最後沒有選上 那不是就跟我在那個夢裡面 玉山的大逃殺的那個結局 是一模一樣的 我就想說會不會是這個現實生活當中 給我這麼大的這個挫折 就是這種這種無尊的感覺 把他帶到我做夢的時候也是夢到 那你那個夢你最後有被殺嗎 我好像是就是也是體力不支 然後倒在那個山洞裡面 但是那個人沒有要救我 他就是慢慢慢慢慢慢 離我遠去然後離開那個山洞 我好像就是餓死在那個山洞裡面 那種感覺這樣 因為我已經身體癱瘓了 我已經離不開那個山洞了 陸群哥知道怎麼解釋 我們怎麼樣搞懂夢境 是 其實因為大家都很重視夢的 像講得很精彩或很動人很悲傷 都是在講情節嘛 但是從心理學或心理治療 其實都在看這個情節 你在當下的情緒 因為這個情緒反映出 你內在的情感跟潛意識 其實是可以覆夢的 覆夢 對 你睡前可以先靜下來 然後想一想你希望從夢中 得到什麼樣的訊息或歧視 可是很重要我們現代人 就是要把手機或一些 有電磁波的東西 離開你的枕頭邊 因為你才不會干擾到 那第二個就是 試著在你的枕頭邊放紙跟筆 你就半夜醒來 就像宋哥這樣 把它記錄得很詳細 那第三個就是 回到現實生活當中 去跟你的夢境的元素 去做連結 那你自己都會解自己的夢 OK 這方法滿好的 所以在夢醒時分 要這個很清楚自己 這個夢到的夢 可以做一些功課的 希望我們在夢裡面 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一些療癒 一些力量 祝福今天大家一夜好夢囉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